住郎島 生日快樂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永远年轻 祝您永远有状态哦 身体健康 永远年轻 永远幸福 身体健康 事事顺心 我们在江门比赛 队员们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都不错 请您放心 青春永远 永远开心 身体健康 合家欢乐 祝您生日快乐 和多多年的生日快乐 其实从进队开始到现在 一直没有给朗岛录过视频 这种生日祝福 只是以短信发出来 但是60岁的生日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也感谢朗岛这一路来 然后陪着我们一起 走过很多重要的时刻 也带领我们 站上过很多的冠军的领奖台 非常感谢您 希望您永远地开心健康 然后我们常相见 感谢您这么多年 能够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 然后也谢谢您对我们的悉心教导 也谢谢您对我的关心 希望能够把我的进步作为一份礼物送给您 希望2021年我们能够在一起 能够创下更美好的回忆吧 在我心里您永远18岁 也希望您能够身体健康 我们也会好好训练 尽量不惹您生气的 永远都这么美丽 然后您在我们心里 永远都很年轻 然后我自己以后要多注意 不会惹您生气 第一还是想祝福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还有就是平时带我们 实在是太让您操心了 还是希望您有时间了 去多度度假 去多散散心 不要脑子里每天想都是我们了 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 更加轻松愉悦的心态 希望今后还是能够跟朗岛 在排球的道路上多学一点 然后多为朗岛分担一些 朗岛60岁生日吧 就是希望朗岛在今后的每一年 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然后享受自己的生活 愿您吃好喝好睡好 365天没烦恼 祝朗岛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希望朗岛能够一直身体健康 然后有一个好的睡眠 心想事成 我们会更加努力的 希望朗岛能身体健康 因为平时带我们宣泉很辛苦 然后我们不宣泉的时候 他还要看对手的录像分析 然后回头现在再给我们讲 我觉得朗岛很辛苦 还希望朗岛能身体健康 最重要的是朗岛身体要健康 然后希望明年过后 朗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些年您辛苦了 希望您开心每一天 健康每一天 幸福每一天 然后希望朗岛能够开心健康 然后实现梦想 平时也是就是对我们操心啊 也是蛮多的 也是希望您保持身体健康吧 然后也是我们接下来一起去 取得更好的成绩 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的 希望您能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不要太拼命了 然后祝您身体健康 吃麻麻香 这些年您辛苦了 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会乖乖听话 好好训练 是要让您操心的 在这里祝您以后的每一天 都可以开开心心 顺顺利利 我们也争取让您少操一些心 这些年轻人